這題其實道理很單純 就是判斷它是數字有幾個 或非數字有幾個 比如說Excel 像這個 我要怎麼知道說它裡面 到底有幾個 Excel這裡面有幾個數字呢 那你如果用人工來算 那不太 應該會話蠻多 如果這邊的話 比如說這裡面 125K區好了 那當然我如果今天 我要算有幾個數字 有幾個非數字 不過其實最 最快的方法 其實最好是不是有個函數 這個函數怎樣 最好是先幫你準備好 然後數字個數 插入函數的時候 用使用者定義 數字個數 它會問你說 你原始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按確定 有沒有 那向下填滿 有問題就解決了 對不對 非數字個數 插入函數 這邊有個非數字個函數 然後給它原始資料 按確定 看下填滿 你的問題又解決了 但是 就是它裡面沒有這個函數 所以 你們要有點心理準備 因為如果你不用 制定函數來做 那真的是非常麻煩 真的非常麻煩 首先你要 需要知道幾個觀念 因為每一個字 它都會有個內碼存在 那個內碼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在我雲端白板裡面 有點擊103 103這開頭 你把它彈出好了 那一般呢 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幾個觀念 就第一個 這邊有一個ASCICO編碼 我想如果你有學到那個計算機概論的話 最前面老師一定會跟你講說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所謂的什麼叫ASCICO 這個編碼表 那其實像這道理很簡單 你Google一下 ASCII這個關鍵字 它就會告訴你說 美國最早設計電腦的時候 它需要一個對應的那個什麼呢 編碼的方式 那不過它們當然沒有中文的概念 所以呢 它就把這些比較重要的 像什麼 數字 符號 英文大寫 英文小寫 幫你把它放進來 那它有個位置 那位置請你看一下 那個前面這邊編碼 比如說數字的話呢 它一定是DC DC這個欄位 裡面喔 各位可以看到喔 它一定是在哪一個區段呢 一定在48 到多少 57 所以喔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函數 抓出什麼 抓出它那個字裡面的內碼 那我就知道說 它 是不是一個數字 OK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意思吧 所以在ESALE裡面呢 有哪一個函數 可以 把某個字喔 裡面的ASCII code 轉換出來 那那個就是我們要的 第一個功能 OK喔 那第二個是 如果將來喔 我有英文的大寫 在65 有沒有 到多少呢 到自己 90 有沒有 那小寫的話 是97 97喔 一直到多少 122啦 不過因為有大寫有小寫 所以有的時候喔 可能我們可以選擇 怎麼樣 判斷兩次 反正這兩種都是 都是英文 或者是說你可以 怎麼樣 你可以把它全部轉成 大寫算了 反正全部轉大寫 然後再來判斷 欸OK嘛 所以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將來要判斷 你這個裡面呢 現在只有幾個是英 有幾個英文 有幾個中文 那當然第三種 也許你可以判斷什麼 欸 哪些是中文 那哪些中文就是 除了非英文 非中文 非數字的話 剩下不就是 那個 那個中文的部分 那因為中文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美國人在設計那個電腦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說喔 還有什麼其他語氣的國家 能夠放這些東西啦 所以喔 他當然就忽略了 後來中文怎麼出來 為什麼兩個敗者 因為 其他這些都一個敗者 就只有那個非英語系國家的東西 都變兩個敗者 因為太多了 放不下 那後來才衍生出所謂的unicode 就萬國碼部分 那當然那個都其次啦 主要我們是理解這個部分 那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知道 那個編碼方式 所以也許等一下 請各位就是在 也是把它分成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 首字 我們先用第一個字好了 假如說我要判斷說 第一個字 它是不是 一個數字的話 那我第一個 可以用那個 幾個 那個 就是 函數 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用code 這個code 主要就是說 那我只要一個字 所以我要一個字的話 我中間可以用mid 去切 切完之後用code來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一樣 把那個檔案開起來 我們練習 反正就按部就班 說真的你要一次全部做完 總共會有五個步驟 一到五 而且後面還會用到正列 那個難度其實有點 快破表了 所以請各位有點心理準備 那我們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看 首先的話 請各位開啟這個範例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第幾個欄位呢 我來看一下 盡量照這個好了 b欄好了 我們b欄裡面 先在b欄裡面 我們把這個 改一下 要不然就是把這個 複製一下 按Ctrl鍵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好了 把這邊改一下 OK 第一個 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叫手字的那個編碼方式 那第一個手字 我怎麼知道 這個手字 它的ASCII code內碼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分兩個接種哪一塊 第一個 我先抓第一個字 那怎麼抓第一個字 我們可以用文字裡面的那個 你用labs也可以啦 好不過 然後如果你要抓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的話呢 這個可能要用mid 密的函數 前面有用過 那我要抓的原始資料 就是文字的部分在這裡 那第幾個字呢 從第一個字 挖幾個字 要一個字 回來是多少 11嘛 這個1 那1這個字 到底它在ASCII code裡面編碼的位置是多少 OK 第二個 請你把這個剪下來 然後 插入 第二個函數 第二個函數 剛剛有用到有沒有 往下看 按英文字母排列 code 有沒有 它這個什麼 文字串中 它只有是第一個字 字圓的內碼 這個字根據那個字圓表 直接ASCII code 按確定 OK 那把剛剛的 減下來 這個1 給它 你會發現它回傳給你69 按確定 69 來看一下編碼表 是不是69 有沒有 1 OK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就是這個 1 這個字 它對應到的就69 那實際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一個字 它可以切第一個字 那它也可以切第二個字 也可以切第三個字 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那一個字一個字切出來做什麼 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它是介於多少 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數字部分 如果是介於48到57之間 那它是數字 如果是數字我就加1 如果不是數字我就不加1 那最後我可以得到什麼 它這個字串裡面 到底有幾個數字 有幾個非數字 OK 那這個怎麼做呢 就會有個問題 因為我這邊字串 我現在只有抓一個字嘛 對第一個字 那如果要抓第二個字 那勢必要把它變成2 變成3 變成4 可是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如果你不是VBA的話 可以跑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1 到最後一個字 跑一個字抓出來 比對 比對 判斷邏輯 可是喔 在函數裡面 就麻煩了 因為你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重複去處理的話 你需要用一個所謂的正列 正列配合的快速鍵 就是Ctrl Shift 再加Enter 這個有點難度喔 因為遇到正列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很多人都頭暈了 而且這種東西喔 真的還是要實做過 才有辦法知道到底是怎麼完成的 那這邊我們後面還會慢慢再跟各位講 如果它是一個很多個字 那我要怎麼一個字一個字抓出來 做邏輯判斷 判斷完結果 我就知道裡面總共有幾個數字了 OK喔 那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喔 先把那個首字的編碼方式 先把它抓出來 那底下向下填碼 你會發現 那個 這個抓出來是1吧 1的位置剛好49 OK喔 然後C的話 67 可是你會發現 Nokia的NOR有沒有 欸 它居然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那因為喔 中文是把它擺在很後面了 所以它的數字一定是大於那個 就是ASCII Code內碼表 128以後的啦 OK 然後B的話是66 有沒有手字啦 那C的話 因為小寫所以放後面 這是2 OK 好那其他的話呢 再怎麼做啦 我們也是按部就班來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 這些問題其實主要就是 將來你如果遇到一個 像中英文數字夾雜的 這相關問題的話 那當然你需要的是 算出裡面 假設算出裡面到底有幾個 或甚至你要把數字留下來 非數字的去掉的話 那其實還是非得要了解這些 剛剛主要兩個函數 一個是用Code 一個是用MID OK 那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喔 也有這個喔 最後的結果